今天和大家探讨堕肉的头号杀手黑腐病 黑腐病普遍发生在栽种条件非常闷热的堕肉上 我眼前这一颗是已经受到黑腐病影响的艾壳堕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叶片的末端和它的滋干已经完全黑化化水和腐烂了 这是因为呢,这个不适合的栽种条件使到它受到这个真菌感染的影响 重点来了,怎样的栽种条件会让你的堕肉发生这个黑腐病呢? 发生黑腐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你的栽种条件不通风 加上这个土壤长期囤积水分而造成的 因为呢,当你的这个栽种条件不通风的时候呢 加上这个土壤潮湿呢,就会导致这个土壤多余的水分无法被排除 当你的这个土壤非常潮湿 加上不通风呢 再加上这个闷热的天气呢 就会鼓励这个真菌感染的滋生哦 当这个真菌感染滋生之后呢 它就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侵蚀你的堕肉 而导致它整可化水腐烂哦 或许大家会以为呢 这个黑腐病呢,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哦 但是其实它就是这个堕肉的致命伤 基本上呢,如果你发现到你的堕肉呢 有一点点的这个黑腐情况哦 例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叶片上有一点点的这个小黑点哦 这个小黑点是带有一点化水的情况哦 你们就要注意了 并且给它马上的这个治疗哦 因为呢,当它并发到它造成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跟你说,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哦 我这个艾可儿呢,在昨天的时候呢 其实呢,它只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化水气象哦 但是到今天之后呢 它就已经是到了一个白日化的这个阶段了 已经是完全不可救了哦 OK,大家可以观察到哦 这叶片哦,我一动,它就落了 已经是完全的黑腐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受到镇静感染的叶片哦 非常的严重哦 像这一棵呢,基本上已经是没有救了哦 因为它连它的枝干呢 都已经是完全受到这个感染了 大家可以看到哦 它这个枝干已经黑化了 所以这一棵多肉呢,其实我们只可以直接把它丢掉了 已经完全无救了 好,现在呢,就和大家说说几点 预防了这个 要如何去预防这个黑腐病哦 第一点呢,就是我看来有说的 第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把你们的多肉 栽种在一个通风的环境哦 当你这个环境通风呢 它就有利于这个多余的水分排出这个,从这个土壤里面排出来哦 当它通风呢,就可以减少这个细菌的滋生哦 因为通风的地方呢,也就是会降低这个温度哦 所以呢,如果你们把你们的多肉呢,种在一个,尤其是室内哦 大家会发现到哦,你们把你们的多肉种在室内的时候呢 你的多肉很容易就会掉液哦,化水哦 这些问题呢,都是因为不通风哦 OK,这是其中一点哦 第二点呢 你们的土壤呢,是不能够囤积水分的 不能够囤积水分 所以呢,记得呢 尤其是在一个雨季的时候呢 你们控水的这一个方面呢,一定要做得更好哦 可以减少给它浇水 当你们的土壤呢 完全是停留在一个干燥的这个环境下呢 基本上呢,这个增进感染的几率是非常之低的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这个土壤呢,是必须时时刻刻都保持在一个干燥的情况下 所以呢,我会建议你们,如果是新手的话呢 你们可以用多一点的颗粒土去栽种你们的多肉 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确保这个排水系统来得好 排水系统好的话呢 排水也好 就会避免一个土壤囤积水分的这个问题哦 当土壤没有囤积水分 自然的就不会有这一个细菌滋生的这个问题哦 但是的,当然的 它不能够100%防止这个细菌的滋生 但是至少呢,可以胜于脂肪预料哦 好,再来呢,第三点呢 大家在种的这个环境呢,这个阳光一定要充足哦 自然的,当你的阳光充足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把你土壤里面多余的水分蒸发掉 当你的土壤里面没有多余的水分呢 自然就不会有黑腐病哦 当然的,当你的这个在种环境阳光足够的话呢 你的多肉也会生得更好哦 而第四点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定期的给他们使用一些 就是防菌的一些补助品哦 例如这些多菌磷啊 我会建议大家呢 长时间的就是定期给你的植物呢 喷洒多菌磷的液体哦 或者是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土壤里面 加入一些这个多菌磷药粉哦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防止一些吸引感染的问题 尤其是你们栽种的这个环境呢 是露氧的哦 长时间会接触到这个雨水呢 当这个多肉呢 长时间接触到雨水呢 它很容易会种到一些细菌感染的问题哦 例如这乳菌啊 酶炎病这些哦 都是因为这个细菌感染的问题哦 所以呢 定期使用这些防菌的产品呢 可以确保你的这个多肉呢 减低它受到细菌感染的这个 侵害哦 OK 这四点我重复一次哦 怎么避免跟预防这个正菌感染问题 第一点就是通风 一定要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 第二点 土壤 土壤不能囤积水分 土壤一定要保持干燥 第三点就是 放置的地方呢 一定要有充足的阳光哦 而第四点呢 就是要定期使用这些 防菌的这些产品哦 这四点呢 就可以大大的降低 这一个受到黑腐病的侵蚀哦 而最后呢 如果你的这个多肉呢 受到这个黑腐病的影响呢 要怎么处理呢 这个就要取决于你的多肉 受到这个侵蚀程度的情况了 如果你的这个叶片呢 只是受到一个轻度的这一个影响呢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这个 受到侵蚀的这个叶片减掉 待它自然消耗后 就可以了 它会落掉哦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多肉呢 是会不停的生长出新的叶片的 所以当它自然消耗之后呢 它之后还会再长出新的叶片 没有问题哦 再来呢 如果你们的这个多肉呢 是已经是比较严重性的 例如说它的滋干已经感染的 大家就要马上脱土 观察一下你的滋干哦 如果你的滋干呢 是一部分受到感染 一部分没有受到感染 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帮它砍头 帮它截肢 把这个受到感染的部分 全部都给它剪掉哦 可以用一些工具啊 例如是刀片啊 剪刀 然后再记得在 就剪之前呢 要给它做一个酒精的消毒 确保不会二度受到这个细菌感染哦 把它没有受到感染的部分砍掉 受到感染的部分丢掉哦 这是第二种方法 而第三种呢 如果是太过于严重的 像我手上这一颗艾壳呢 它已经是完全受到感染的 连这个滋干呢 也已经是完全是受到这个感染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已经完全腐烂了 这些叶片 完全都腐烂了哦 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可以做的呢 就是把你这个多肉 丢掉 因为 如果你们不丢掉呢 你们觉得可惜呢 你们继续把它放在你们的 这个栽种环境呢 它其实会感染到你其他的多肉的 因为它是一种细菌 就跟这个COVID-19一样哦 它是一种细菌来的哦 所以呢 太严重了呢 记得要把你们这些多肉 全部都丢掉哦 全部都丢掉哦 OK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你的点赞和分享 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大家 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